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和大家分享以下内容 一 五个小时之前的消息称 多尼茨克市东边的马杰夫卡发生爆炸 从网上爆出照片来看 爆炸的规模不小啊 这事还没有具体的消息 大雄会持续跟进 二 关于7月24日早上克里米亚的爆炸 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主持的TJ频道 渔夫对7月24日早上 克里米亚遭到袭击一事做出了他的评估 他说 无人机从克里维罗格起飞 经尼古拉耶夫地区到达了奥德萨 然后转向克里米亚 以迷惑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与此同时 乌克兰空军的苏尔斯飞机 发射了四枚风暴阴影的巡航导弹 其中三枚瞄准维索洛伊亚机场附近的大跃空 一枚瞄准诺沃斯特波维附近的维修基地 四枚全部集中目标 其中 最大的看点并不是怎么做到的 而是摧毁了什么 有消息称 玛瑙导弹可能是乌军袭击克里米亚时的目标 当地地下组织克里米亚游击队的消息来源报告称 一批P-800玛瑙导弹在詹格伊区的一个弹药仓库被摧毁 他们似乎还贴出了相关导弹被毁后的碎片作为证据 三 关于莫斯科遭无人机袭击 对此最值得关注的是 乌方似乎不再遮遮掩掩了 7月23日24日夜间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 是乌克兰国防部首席情报局的一项特别行动 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称 其在乌克兰安全和国防部门的消息人士说 志愿者和该机构之间的合作正在产生良好的结果 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据报 乌克兰情报部门发射的所有无人机都到达了莫斯科 具体数量未明确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代表 安德烈尤索夫在谈及莫斯科袭击事件时表示 这一进程将持续下去 并将获得动力 事实上棉花正在莫斯科发生 直接在恐怖国家侵略国的安全和国防部门关键机构所在的广场上进行 这意味着即使是这样的地方 极其上方的天空也不再受某人政权的控制 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在5月初第一次发生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之后 曾经有图片显示 俄罗斯国防部大楼屋顶上出现了防空系统 有人调侃说 这高级玩意儿怎么连无人机都干不下来呀 最新的战况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说法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脸书上 就截至基辅时间7月24日18时的信息进行更新时程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军四个指挥点 三套防空系统和九个炮兵系统的射击阵地 下面是主要看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对俄罗斯人员 武器和军事装备集群进行了八次打击 对俄罗斯防空系统进行了四次打击 白天乌克兰防空系统还摧毁了 三架沙克德136型突击无人机 与此同时 火箭部队和炮兵部队击中了俄罗斯军队的四个指挥点 三个防空系统 九个处于射击位置的火炮系统 和四个电子战战 在巴克木特前线 乌克兰守军成功击退了 俄罗斯在顿尼茨克州 奥里霍沃瓦西利夫卡西北部 伊万诺夫以南和克里什基夫卡以西地区的袭击 俄罗斯人在顿尼茨克州的 迪里夫卡和普雷德奇恩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扎布鲁热和赫尔松前线 俄罗斯人的主要精力 集中在了阻止乌克兰军队进一步的推进上 他们在扎布鲁热州的 马拉托克马切卡 奥里科夫 洛布科夫地区进行了空袭 三十多个定期点遭到了炮击 于此同时 乌克兰国防军继续在 梅里托布尔和别尔江斯克前线进行进攻行动 在刚夺回的领土上站稳脚跟 用大炮对发现的俄罗斯目标造成火力破坏 并采取反火炮战的措施 五 关于反攻乌克兰方面自己的评估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国防部长 利兹尼科夫的说法吧 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的攻势落后于计划 但正按计划进行 他承认 攻势落后于计划 但指出他并不担心 因为他正在按计划进行 他认为 认为每一次反攻都应该很快 是错误的 他列举了反攻 可能比预期慢的几个原因 弹药 炮弹和火炮系统 他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个防空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有很长的战线 我们有大量的敌人反对我们 所以这是战争 不是电脑游戏 他强调 乌克兰将军和指挥官看到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并补充说 我们的主要价值是 我们的士兵 他说 俄罗斯军队设置的雷区 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乌军 在乌南战线上的推进速度 乌克兰军队被迫手动清理穿过田野的道路 这一点和之前相关的信息是吻合的 他说 我们需要非常缓慢的使用我们的士兵 工兵和排列人员 并且非常缓慢的为真正的进攻运动 准备走廊 他补充说不同地点的此类活动将使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将采取的主要方向感到困惑 这最后补充说的才是重点 就是要让敌人张尔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乌克兰有成为欧洲最大武器生产国的雄心壮志 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特别是作为导弹制造商 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卡米森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正在建立乌克兰作为武器制造商的实力 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 我不能透露更多 但最大的重点是导弹的生产 卡米森强调乌克兰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 在过去一个月翻了一番 乌克兰战略工业部是勇敢一号项目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该项目支持乌克兰国防技术的发展 他表示 该项目应该使制造商能够更快的将想法 转变为与乌克兰国防部签订的合同 该项目还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他说 如果他们决定在战争期间在乌克兰生产 他们将能够在战场上测试他们的产品 反过来 这将使他们有机会升级的 我认为任何采取这种方式生产的武器 不只会卖给乌克兰 卡米森表示 乌克兰正在努力成为常规战争专家 他说 乌克兰将成为自由世界的武器库和常规战争专家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欧洲最大的武器制造商 下面是一些相关的背景 一 乌克兰内阁通过了一项法令 将大大加速乌克兰军事技术的发展 乌克兰防御者已经装备了20多种 由国内制造商开发 并在国防部初创公司的支持下 组装的新型无人机 二 乌克兰内阁批准了战略工业部 国防部和数字化转型部的提议 既实施无人机和无人机弹头弹药的生产 采购和供应试点项目 三 7月初德国的莱恩金属公司宣布打算在未来12周内 在乌克兰开设一家工厂生产弹药 坦克和其他装甲车 四 土耳其公司巴克尔开始在乌克兰建造一家生产 TBR攻击无人机的工厂 三 我想补充一下 上面多方信息显示 乌军在乌南和巴默特南裔的进展 已经相当可以了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乌克兰国防部长没有吹牛 而且乌军的势头在获得了急速弹药之后明显增强 至于什么原因 我想您一定懂的 您说呢 最近几天 我一直在说 克里米亚会不断的有事 很巧的是 被我再次说中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